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第一個你需要先在迴圈的上方 先加上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再利用因為你加了它對不對 你在這裡下才能用它 去把資料放進去 那這個資料的話就是你輸入的乘七 有沒有比如你 假設你這邊不是輸入87分 那87分就會被寫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append 就是把它放到這個中瓜糊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89分 它就填一個89 那第二個逗點 比如說88分 在逗點一直一直往後 看你append的幾個 它就加幾個 OK 這個應該有概念 所以再來的話 我們已經把這個輸入完之後 最後就把它print的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把 你剛剛輸入的中瓜糊 幾個就幾個逗點 大概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 最後我再加上什麼總數 所以我剛剛提到 如果我後面希望顯示有幾個學生 有沒有 這個3的話實際上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LEN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話呢 你用LEN 就可以把它加在這個地方 那我這邊把它用什麼 用formate來寫啦 不過你說老師我不用formate 可不可以也OK啦 不過formate 你如果不用formate 你就是把這個 串在後面就可以了 加一個LEN 然後放後面 這邊就不要F OK 那記得因為LEN 得到了結果的數字 前面是文字 所以你變成這邊要加一個STR 轉型一下 有沒有 這邊加一個STR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學生人數 就是LEN 那算完之後剛好3 所以它會把 結果3個人跟你講 那再來的話就是總分 總分也是一樣 這個其實這樣小 好像也比較佔優勢 有沒有 我講Total其實就是 那這個Total怎麼來的呢 這個Total我剛剛講過 就是用SUM得到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得到一個加總的結果 那你就是在上方 加上一個變數 H叫Total 然後呢 因為SUM這個函數 它是內建在拍上 所以你就直接 把你的串列放進來 它就幫你 對 就跟你SAL一樣 反正你就在那個 某個範圍下方按一個 有沒有SIGMA 就是SUM 它就自動幫你加總 到底一樣 OK 那所以呢 我就總分多少 一樣 這邊就要再轉型 當然你如果不喜歡轉型的話 你就用Format 這個當然看個人習慣 OK 那平均的話呢 這個一定就是這樣 用我們這邊講的 有沒有 所以Average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把Total除以總共幾個人的結果 但是他得到的可能不會是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如果我要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那我就平均幾分 有沒有 那後面的話加上一個大瓜糊 前面記得加一個小F 那這個前面講過了 後面 如果你假的那不太熟 你前面看一下 那記得呢 在這個Average後面加上一個 小數點第二位的一個格式 就是 就是 冒號有沒有 點2F 這個敘述 這個前面都講過 OK 然後呢 他得到的結果就會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 再一次 OK 執行 那這邊就是輸入 每次 80 隨便 85 86 87 88好了 OK 好 那最後-1 那這三個 幫我平均 總共有四個 有沒有 然後總分平均 這樣子就 很OK了 當然啦 你後面其實還可以再加上最高分 最低分有沒有 最高最低 剛剛有講的 就是Max跟Minute就OK了 好 然後 大概呢 就是練習一下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他每一次他自己輸入 那如果 學生總共有40個的話 那每次都要輸入40個 那理論上 現在應該是用電腦幫你 打完成機 然後會輸出一個成績 變成一個文字檔 有沒有 那所以哦 我們後面希望改成什麼 如果你今天有個文字檔 在C別底下 比如說呢 我們可能就是 再請各位新增一個 一個成績 那那個成績很簡單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一個 範圍 這邊有一個假設好了 就是把成績存在C毛斜線底下 他的檔名就是eng 負檔名就是.tst 裡面就是這些成績 這個成績不一定跟我這邊一樣 我用這個好了 所以 C碟底下有個eng.tsd 然後成績就放這些 所以我先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成績複製 然後再到C碟底下 C碟底下的話 這邊 然後我新增一個文字檔 新增按右 這邊空白是按右鍵好了 新增 這邊應該有 我們要新增資料夾 這邊好像沒辦法新增 新增一個文字檔 只能新增資料夾 要不然我就是把這個資料 把它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好了 有沒有 記事本 就這些成績嘛 然後存在我的C碟底下 反正就是做這件事情 然後檔名的話就是eng tsd其實不用 因為下方他已經幫我們加上那個 負檔名 所以負檔名不加也沒關係 ok 就把它存在C底下 儲存 ok 存檔 不過編碼這個不要改 ok 因為理論上 比較常見的是 ansi 這個是big 或者是utf-8 理論上我們預設就這個 不要動他 不然如果你動utf-8 你將來要跟他講 你的編碼方式 是utf-8 不然他會出錯 我們不改 不改不用加 也不用指定 預設就可以了 除穿 他會出現 全線 因為C的話 好像 我直接儲存看看可不可以 他給存 可以 我看一下 所以你先確認一件事 把它存檔 然後放在C底下有沒有這個檔 他是幫我轉存 所以在C底下 加上一個這樣的一個檔案看看 不然我們乾脆 就是再把它存在這個 C的python384底下 en區 ok 就存在這裡 反正找得到就ok 好 那這樣的話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因為我們剛剛很辛苦 每次都要一直輸入 然後最後結束就-1 可是現在不要 直接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直接告訴有幾個 然後總分 平均 那這樣比較簡單的 ok 所以 第二個部分 我希望 如果我有個檔案 放在哪裡 我剛剛本來是C底下 可是C底下好像他就印不給存 我就存在C的python384底下的 這邊eng有沒有 這邊就有成績 那可是我接下來 我希望直接把它讀進來 那我希望是直接幫我放在我的 剛剛那個list1裡面去 那我馬上就有個結果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外部讀取檔案 待會我們再來看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除了串列之外 第二個重點 外部讀取檔案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馬上做計算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 請各位先確定一下 那如果你可以存在C 你就放在C 或你放在D 可是我這邊C好像不能放 那我會不會放在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